好,我們Ubuntu要去新增DMS 當然內定的話,如果說一台Linux經濟 是放在ETC底下的Network Interface底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今天如果要加入DMS 我們這邊一樣要去,因為它有做一個關聯修正 讓你更改的時候都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你只要去編輯Interface.d底下的ETH0.cfg 你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一樣你移到最底下來 好,稍微一下 好,來,那我們現在呢 DMS只要在這個地方去輸入 就直接輸入DMS的指令 它的語法是DN DMS 什麼 NAME SER VERS 然後呢,輸入IP192.168.75.10 這是我們內部的 對不對 那你有兩個DMS的話,你在一個空格 我們用個8.8.8.8 中間多一個空格 這裡記得 多一個空格 好,那這樣呢 你輸入完之後呢 它就會幫你設了DMS 好,我們呢 按一下ESC 毛號 WQ 離開 那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 我們來檢查一下 interface 你看一下我的interface 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目前是不是都沒有出現 對不對 目前沒有出現 因為網路卡要再重新啟動一下 所以你看目前現在沒有出現DMS的位置 對不對 好,我們一樣來離開 Q Q 好 那我們來重新啟動一下 If TOWN ETH0 上一下 再 If UP ETH0 啟動一下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那個 interface interface interface裡面它是放在別的地方 DMS不是放在這邊 它會將這裡的位置呢 移到我們的DMS設定 好,那DMS設定呢 來,我找到在這邊 在VI底下的 ETC 底下的 RES 的 V 點 C O NF 點 這裡 這裡呢 它會把我們的剛剛設定的DMS 把它加到這邊來 有沒有 對,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剛剛沒有去設一些設定 好,那它會觀點把它移到這邊來 好,所以呢你只要去編輯的時候呢 它為了要讓我們使用上比較順利 那你只要了解它的特性 你只要去編輯我們的這個interface的EDH0.D 好 interface.D底下的EDH0.C5G 你只要編輯這一個檔案 就是呢 在設定我們的IP mask 還有我們的DMS 就是Windows的一個這個網路卡 IP的設定位置 這樣來講呢就會比較方便 就不要分好多檔案 好,我們離開 好,這個部分呢 讓各位知道一下 了解一下這個位置 我們呢一直教各位Servor的運作 那各位的運作呢 我們以Fire Server為例 這台主機裡面呢 是不是有放了一個資料夾 那這個資料夾裡面呢 放了我們的DATA DATA檔案 那使用者呢在這邊呢 是通過網路連線到 這台機器 然後呢 從裡面去抓我們的資料 然後抓出去 那重二的是製作為系統 OS 對不對 那跟我們的DATA 都是放在同一個磁碟上面 我們講磁碟是實體的磁碟 那實體的磁碟呢 那實體的磁碟呢 就是一個DISC 那這樣來講的問題就是 當我們的這個DATA越來越大 我們OS 整個磁碟是不是要越來越大 就會不夠 那不管我們用ISGACI的方式 或者你用磁碟的方式 都會影響到你的本機 那再來呢 就是說當我們的OS壞掉了 那我們的這一個檔案 是不是一樣存在它的位置底下 所以呢 所以我們在做 不管做Fire Server也好 那這一個伺服器 也是一樣是一個Fire Server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們要讓各位來看一下 它目前呢 整個OS裡面放的 OM Cloud這樣的一個環境 它放的還是在它這個磁碟上面 就是它的40G VHD.x 在什麼地方 就是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檔案 Evangu.vhd.x 那通通在同一個檔案 對不對 那所以說呢 當我們的作業系統有問題了 那你那些檔案 是不是跟著 Windows還覺得還要找一點 Windows可能會覺得更難找 所以說呢 我們要讓各位呢 來做什麼事情 把我們的DATA 放到另外一顆硬碟上面 對不對 這個在你們學習廳的時候呢 你不要去注意 是不是要掛一顆硬碟上面 掛斬 然後這一顆要做PORMATE 對不對 相關PORMATE 然後呢 這裡是不是要找到 這個檔案的路徑 檔案設定的權限 再把這裡的檔案呢 全部call到下面來 然後呢 程式碼裡面呢 是不是要做 轉移到這個底下的位置 對不對 所以使用者呢 連過來的時候呢 還會針對這個設定 連到底下 來抓檔案再送上去 這裡過去 有沒有 所以呢 中間這邊 第一個 我們是要去做什麼 找我們的File 檔案的位置 對不對 檔案到底放什麼地方 再來 找到了之後呢 再來我們要是不是 割一顆硬碟 對不對 然後做好之後呢 第三個 把權限設定好 把檔案的複製下來 就這樣 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呢 一步一步來 來給各位來看一下 那當然 尋找檔案的部分 也要花一點時間 那我這邊呢 各位 已經知道在什麼地方 所以呢 我們先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來 那當然我們去找一下 因為它是PHP的檔案 然後PHP的一個程式裡面 它的Apache 你然後掛PHP的話呢 它的檔案呢 一些設定 它一般都會放在 config.php這個檔案 所以你可以用fine 找到檔案 那我已經找過了 所以說呢 我們直接呢 我們就直接先進去看看 我們先來找找看 我們就去選 LOS 找找看 我們找一下VAR R底下 的WW 底下 有一個OWN 底下 的 我們來這邊 config 這裡面呢 來看看 好 好 我們用清單的方式來給各位來看一下 這裡面呢 要找到這個檔案 那你當然要去尋找一下 這一個 config.php 那 這一個oncloud 在 我們的linux 裡面呢 它安裝好了 你要去找這個config的檔案 當然要找到這個路徑 你要去尋找 當然你可以用 什麼方式去尋找 這個就是你們要去找 對不對 可以用fine 然後你去找一下這個name 對不對 然後你去找一下這個name 那你說 我為什麼要 我是要找 config.php 這個是你要去 又要在另外一個方面 你要去了解 php 他去做設定的時候 去找哪一個人來 所以我們先了解 php 要找到是config.php 所以呢 我們就用fine 去找名稱 去找 config.php 好 那我們就可以去找找看 好 他就跟目錄開始去幫我們找 有沒有 幫我們去找 然後呢 他這裡去搜尋之後 這裡斜線 跟目錄底下 要一個空格 他是找到一個oncloud底下 有一個js 有沒有 那oncloud底下有一個config.php 然後底下有一個library 對不對 有一個js 對不對 apps apps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會看到後面呢 這幾個檔案你都要去開開看 當然 最有你會如果去找當中呢 你會去開一下 這幾個都可能是其他的功能 好 可以你會看到後面還有資料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優先我會去看喔 這一個位置 再來 會再找 如果這個不是就是找第一個位置 第一個檔案 當然 一開始你用直覺的觀念 你會找到 config裡面的config.php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檔案 所以這裡呢 就是我剛給列出來給各位的位置 在這裡 好 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檔案的設定值呢 我們來去查一下 你看 我一樣呢 剛剛LS這邊呢 我們呢 一樣找一下 config.php 然後呢 移到最前面 把它改成VI 好 VI從最根目錄底下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根目錄了 所以第一個斜線 是會不用打沒關係 好 我們把它開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 全SP的設定檔 好 那這邊呢 你用VI去設定 你可以來看一下這裡面 稍微注意一下 有些 不要去亂動它 你今天如果這裡面呢 你亂動了 那你的 單頂套不見了 痘點不見了 那可能你的 server就整個掛掉了 好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有沒有看到一個地方 在這裡 我要給各位看到地方在這裡 好不好 它有一個找到一個叫 data territory 資料的位置 那你可以透過它 可以看到呢 它data放在什麼地方 你透過那個設定呢 你通過這個設定 你可以看到這個data 在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先不要去動 我們只是來看而已 在VAR的水波導入 底下一個onclin 裡面有一個data 這個資料夾 所以我們要來確定 是不是在這個資料夾 所以你是不是要去查一下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把它 xc 帽號 q 離開 那我們去ls 對不對 底下的 var 我用lx-l 斜線 var 底下的 www 底下的 own 底下 data 對不對 我按個enter 你是不是透過這樣的 你可以去查到說 我現在的位置 是不是去看這個data裡面 那這個data裡面 是不是又有一些 資料夾一些檔案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個的密的資料夾 這裡有一個reach的資料夾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這邊 你可以看到呢 在這裡面 我們剛剛在前面裡面這裡 我是不是去建立一個叫reach 裡面是不是建立一個111 那111有沒有在我們的 這個 有沒有跑到我們的 這個資料夾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不是再去看一下reach裡面 再去確認一次 所以呢 當然這邊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再進到reach rica去 對不對 在ls列書清單 好 進來名字之後呢 它又有兩個資料夾 一個是cache 一個是files 所以呢 我們要再進入到files裡面來看 有沒有 files 再進去看 哦 這裡面呢 在files裡面呢 就有一個資料夾 叫111 11的這個資料夾 那也可以確定說 這個data的路徑 就是我們的使用者的路徑 所以它針對user 有沒有 user 是不是有分不同的資料夾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的user底下呢 是不是又分了一個files跟cache 那我們的files裡面呢 就是放我們現在的東西 所以呢 你看資料夾 1 document photo 1 document photo 是不是有一個on cloud menu pdf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檔案 所以呢 你可以確定我們的位置就是放在這個位置底下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把它記起來 那這個地方記起來呢 它的檔案在什麼地方 就要去找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要去找什麼呢 要去把另外這個地方 好 這個config 你要去記什麼地方 記這個位置 要把它記起來 對不對 php config 這個路徑 這個設定檔 那設定檔記起來 裡面呢 就會有這個路徑 對不對 那我們呢 要更改我們的data 如果說我們後面的data 已經新增一個資料 那詞別也建好一個data資料講 所以我們是不是後面 這個路徑的位置是不是要改掉 對不對 那這個改掉是不是要改底下的 co.complete.td裡面的 這個路徑 那這個路徑是什麼地方 就是剛剛在回報頭來 在Enter給各位看 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位置 到時候呢 我們要去改這個位置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路徑是不是要改掉 改成我們實際要換的位置 你可能不一定要用data這個名稱啊 對不對 都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是用這個名字 跟它一模一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把前面的路徑改掉 可能不是VAR啦 對不對 可能是某某名字了 這是你自己的 好 這個地方是要讓各位知道呢 我們如果去尋找我們的檔案 那你找到之後等一下呢 就會透過這個位置呢 這個檔案去設定參數 那我們才能夠來做一個設定 好 這樣也沒問題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來過一顆硬碟 給我們這個onclare server來用 好 那這個部分當然 我們就要做什麼呢 去HyperV裡面去做了 對不對 我們就不是 這個我們現在還沒有到VNAS的部分 我們要先一顆硬碟先把它放進來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就到我們的HyperV設定裡面 就按下檔案 設定 新增一顆硬碟給它 這也是有一個硬碟 對不對 那這裡有一個檢查 很抱歉 對不對 那我們是不是要按新增 硬碟 對不對 在ID底下 是不是要新這顆硬碟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ID控制器裡 底下選擇硬碟 按一下新增 就多了一個空的 對不對 那這個空的呢 在舊版裡面呢 很抱歉 你們有沒有看到 目前是不能讓我們新增 對不對 在第二代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新增 就是開機的情況只新增 那現在目前不行 不行 不行那就沒辦法 我們只能關機 這樣知道吧 那我們先來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拿關機起來 所以呢 不行的話就只能關機了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取消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在掛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掛進來之前 我們先來做什麼 先透過我們講HyperV管理員 那HyperV管理員裡面 我們手動來新增 放好位置之後再點 再去掛進來 所以我們可以去做什麼 新增 硬碟 對不對 好 硬碟 下一步 我們給它一個VSDX 下一步 好 我們一樣給它動態 不要給它固定 下一步 好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我們給它一個簡單一點的名稱 不要太複雜 等一下你在輸入的時候 你才會 就說等一下比較記得 我們就給它 Hard HD1 這樣就好了 都不要Dash 都不要什麼的 HD1呢 我們要放在什麼地方 當然 如果以正常的環境呢 你應該放在另外一個磁碟上面 另外一個Storage上面 對不對 而且路徑呢 也不要跟我們原來的路徑放在一起 是能夠分開來 會比較安全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上課沒有辦法 我們就把它放在原來什麼地方 我們是不是放在 我們的另外一顆 放在原來的位置 是不是HyperV底下 當然這個位置 新增一個硬碟 因為你會連到 可能D槽 E槽 F槽 對不對 是因為新增了一顆磁碟出來 透過我們的 X'的方式 來連線 連線的磁碟 好 之後按下下一步 好 我們給它 不要太多 給它10G就好了 10G 當然它不會用到那麼多 除非你等一下要把檔案放進去 不然它用到那麼多 來 10G給它做 下一步 按完成 好 這建好一個硬碟 那這個硬碟是建好的 我們要這個OnCloud 這台虛擬機要拿來用 那我們剛剛講呢 我要拿來用呢 沒辦法用 對不對 我去按新增 有沒有 這裡沒辦法編輯 所以這個地方沒辦法去選硬碟過來 所以你必須要把我們的Linus 就是把關機起來 好 那我們回到呢 我們的Linus的畫面 來 關機 指令 來 冒號 我先把這邊呢 ESC冒號Q 先離開一下 好 shutown shutown 要不要參數 要吧 來 來 再舉什麼 蛤 下檔之後呢 好 我們先做什麼 來 先把它掛起來 硬碟 檔案裡面 設定 把我們的硬碟 ID控制器0 新增一個 硬碟 然後這裡要按 瀏覽不是新增喔 知道吧 新增就是新增一顆 但是你的新增是新的一顆 不是把舊的新進來 所以你要按瀏覽 去找出舊的 原來已經有的 所以你不要背那個文字 好 你本來就要新增 但是你已經新增過了 所以你要去把舊的掛進來 就是要用瀏覽 瀏覽呢 按一下開啟 到這邊 好了之後按一下確定 好了 這個時候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按開機的時候 等一下會在一個地方 現在目前還不會 登入的時候才會 好 現在沒關係 就直接開機 好 登入的時候我們再來看 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一開始做的 有一個Ctrl C的部分 你如果不設定 讓它自動跳過去 很抱歉 你剛剛的密碼那些 要重設一遍 那我們現在呢 要注意的是 剛剛等一下登入的時候 現在開機沒有關係 只要開機一下 開完的時候呢 按個Enter 然後重新更新一下 這底下的 然後 來這邊等一下呢 要輸入的時候呢 稍微等候一下 這邊是我們內定的密碼 對不對 我們已經改過了 那我們的IP 是不是這邊也都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我們的連線的IP 我們的密碼 那等一下登入的時候呢 稍微等候我一下 我給各位看一下 你再來做登入 好來看一下 我這邊登入給各位看 那你要馬上看一下 十秒鐘時間 來 我先登入一下 Admin 按一下Enter 然後我輸入我的密碼 好 各位看一下這邊 是不是有一個叫Ctrl C 對不對 好 我按一下Ctrl C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跳到我們的 命令畫面了 各位看一下這個是Ctrl C 對不對 你如果不按 它十一秒鐘過了有沒有 就會回到我們的Squip 就是設定 重新設定 所以你這時候要按 那你當然這台機器有問題 你重開機器沒有影響 因為停到那個登入的畫面 所以不會設定 還是一樣 因為你開機器就放在那邊 沒有影響 好 這邊完了之後呢 我們做什麼事情 一樣去用最高管理權限 suto-i 輸出 好 然後用我們的root 我們看到這一個 帳號來做後面的設定 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在這邊 好 停在這邊等多一下 目前呢 我們執行一下df-h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的系統的狀態 那系統狀態裡面呢 是我們目前的系統裡面的狀態 那我們要掛一顆硬碟 我們現在是看不到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檢查一下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分割的一個狀態是什麼 是有沒有哪些 詞也可以讓我們做分割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打什麼 蛤 我可以呢 Lsblk 是不是 要不要參數 不用 不用 好 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一個disk sda1 有沒有 db sdb 對不對 那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個sdb 對不對 那這個sdb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sdb在這裡 就是說我們的系統裡面呢 那當然Dinus 系統就是內定 就是會自動一顆就是sda1 第二顆就是sdab 對不對 da sdab 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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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b呢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們的pnb 就是我們剛剛所建的10g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填在這個畫面 那我們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把我們的 另外一顆 我們的10g的硬碟掛起來 那我們呢 要把它掛起來之後 會有這樣的一個mount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home cloud 然後名稱後面呢 我們會把原來路徑的data把它call下來 好 那掛起來之後呢 剛剛我們前面已經有檢查過 齁 它們詞別有存在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FDRSK 然後呢 L來看一下 我們的 sdb 這一顆詞別 剛剛我們有看過 欸 DEV DEV 底下 的磁別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顆 你就可以看到呢 齁 我們的磁別 就在這邊 有10g 好 我們前面呢 已經查過了 有一個sdb的磁別 所以我們現在呢 可以去看一下 這顆磁別 好 看完之後呢 確實存在了 我們來做一個 把它做一個分割 好 那我們直接把 L拿掉 我們是FDRSK DEV sdb 好 這裡呢 會有一個下卡面 卡面的話呢 那你現在要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你要下什麼樣的卡面 我們可以打個問號 來看一下 好 那麼下卡面呢 我們有一個 n 要新增一個partition n 看到沒 這邊有個n 我們要一個新增 的一個新的partition 所以呢 我們打來指令下一個 參數n 好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要partition是第一個 還是extension 就是延伸的 我們那是主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有成p 好 下p 好 那我們的一個number 是從哪邊開始 我們是從 D force 1開始 好 到結束 對不對 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不用去選 對不對 就是D force 就Enter 好 那最後呢 就OK了嘛 按一下Enter 就是一個顯示一下 好 這樣呢 我們就使用了一個D force 全部把它做完 好 再來呢 還要把它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動作 做一個動作是要協錄 有沒有轉換 有沒有轉換 哪一個? T 右邊 E嘛 剛剛是P嘛對不對 這樣就完成了嗎? 還要買一個嗎? 不用嘛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W要寫入嗎? 對不對? OK 這樣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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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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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底有沒有 已經被我們切割成一個叫 SDB1 對不對? 然後大小 對不對? 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接下來是要格式化 對不對? 那格式化就是MK FS 對不對? 點 我們要把它隔成 EXT4 的格式 然後呢 DEV 我們的 SDB1 對不對? 好 那這個information 就 OK了 就完成了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掛載 對不對? 那掛載的話呢 我們就要 我們可以 要掛載到我們的Mount 底下 對不對? 我們要做一個Mount 給它 M O U N T 我們要先見個資料夾 在目錄底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MNT底下 要先見一個資料夾 所以你可以看來 我現在如果進入到 我們的 MNT 我們要 MNT 是不是? 有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LS 看一下裡面沒有 任何資料夾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Mount底下 之後呢 我們要把我們的 就 Create一個 OnCloud 這樣的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們就先來一下 M K D I R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已經在MNT底下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打MNT的這個路徑 我們直接呢 建一個資料夾 O W N C L O U D 好 好 這樣建完了 那建完之後呢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把它掛材起來 掛材起來 掛材起來是M O U N T D E V 然後呢 我們的D E V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我們呢 前面有介紹 我們來看一下的那個指令 就是我們 整個磁碟 它的一個狀態 對不對? 那我們前面不是說有一個BFH DFH 我們去看一下 這邊呢 目前是沒有磁碟 沒有我們那顆磁碟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還沒有把它掛起來 那我們剛剛呢 去查詢剛剛同學有用LB什麼 對不對? 那個就是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現在把它掛起來之後 再來做一個DF 我把它清空 好 把DF 再來 再來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先掛材一次 M O U N T DF 底下的 D E V 底下的 O W N SDB1 叫 SDB1 要把它掛載到我們的 M N T底下的 O W N 是O W N 所以要掛成這樣 好 掛完之後呢 我們來再檢查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呢 我們的這一顆一碟 就掛載到這裡了 對不對? 好 這個部分 那我們要去把我們的 當然這裡來呢 你開機之後 它基本上它的檔案 這個掛載會不見 所以呢 我們要去新增一下 把我們的這個磁碟 做成開機自動掛載 好 那我們就來編輯一下 編輯VI 編輯一下我們的 ETC底下有一個檔案 ETC底下的檔案 FS TAB 這個檔案 它 是在 我們的開機的時候 會掛載一些磁碟 好 那我們來這邊呢 我們來 Enter一次 我們要把我們的掛載的指令 就是 DEV 底下的 SDBY 對不對? 控格掛載到 MNT 底下的 OWNCLOUD 然後呢 我們要給它格式 EST4 對不對? DEFAULT D S 對不對? 然後0 0 0 好 這樣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存起來 好 再把它清空 好 存起來 冒號 WQ 存起來離開 好 那我們的機器呢 等一下重開機之後 有沒有 它就會呢 自動幫你掛起來 好 那這個你可以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好 這邊呢 到這裡呢 我們把我們的磁碟掛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要去搬移我們的DATA 那DATA要搬移的時候呢 我們要先 因為它的DATA 原來被我們APA系的PHP 給Lock住了 所以說呢 它是沒辦法去搬移的 沒辦法去Copy的 所以呢 你現在Copy要修改 還有我們要修改我們的那個 config.php 那個也是要把我們APA系 先停止掉 那Popy當然可以啦 要停止那個 要設定那個檔案的時候 所以我們剛剛呢 前面有一個路徑 那我們再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路徑 好 好 去過導流 oncloud底下的config 這個PHP 等一下呢 我們要去把我們的這個路徑 有沒有 這裡 要把這裡的路徑 對不對 要把它改掉 改成MNT 底下的oncloud 的DATA 所以把VAR www 把它改掉 改成我們 等一下改成我們 要移過去的 好 這個地方 好 我先離開 有沒有問題 都掛 那我們來呢 來把我們的APA系 把它停止掉 我們就 Service Service呢 我們APA系 APA系 2 Stop 把它停止 好 這樣把它停起來 那停止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修改我們這個指令 這個 我們的這個參數裡面的這個位置 對不對 我們把它改掉 那記得你前面這邊 不要去動到這個後面的點 這個 單一號都記得不要拿掉 好 那我們這邊來開始 我們預先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來編輯 好 編輯呢 我們來insert一下 來 來把我們的這個位置 改掉 好 MNT 是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後面是不是還有一個DATA 對不對 這個DATA我們是從 我們會從原來的位置 把整個DATA資料夾扣過來 所以呢 我們這個DATA還是要留著 好 所以呢 我們實際的路徑呢 是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到on cloud 但是呢 我們的DATA後面是因為 我們後面會從那邊call過來 所以會call一個 這一個資料夾 整個把它call下來 所以呢 還是有這個DATA的路徑 所以這個還是要留著 好 好 改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 eac 毛號 wq 整起來 那因為我們的這台機器 現在是 alpha器已經停止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 這一個 這邊網站是連不上的 有沒有 同心這裡是連不上 連不上這個網站的 好 因為我們把它停掉 那CopyDATA呢 我們要來先注意一下 我們的 前面的一些特性 就是它的 全線 如果全線不對 你PO過去一到最後也是 執行上 讀取的時候會有一點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先來LS 先來檢查一下 看一下我們原來的路徑裡面呢 它長什麼樣子 al 然後呢 我們原來是在 var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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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的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全線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全線 在oncloud裡面有個data 對不對 這個data裡面呢 它有全線 對不對 www.data這個全線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全線這邊設定 對不對 都在這邊 所以我們call過去的時候呢 也要有這樣的一個群組全線 你可以看到這邊 前面這裡 使用者的全線 這邊 那你當然呢 你如果說要分批call call完再設全線 是比較麻煩 對不對 那你們Linux不是有一個指令 可以把copy 對不對 copy過後呢 是不是連全線一起call過去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這個指令 現在到這邊了 對不對 到這邊 我們要把var 裡面的oncloud oncloud 裡面的data 這個資料夾 複製到 onmount底下的oncloud 裡面 它會把data丟到這裡 前面呢 是cp是copy 現在要加一個參數 加兩個參數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空格 要做什麼 應該可以查得到啦 來 給你們查一下 我們就直接呢 按enter之後就call過去了 這邊呢 輸入完這一串之後呢 按個enter 它沒有任何訊息 表示call好了 因為我們檔案也很小 所以它時間很快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檢查一下 對不對 前面這個指令牛ls var 對不對 我們現在把它改到 對不對 這裡 齁 是不是把它改成 mnt 然後呢 再enter 好 你們看一下 它的全線是不是跟上面的一樣 這邊 對不對 跟這裡的全線是不是一樣 那再來呢 我們來檢查一下 對不對 我們就 ls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檔案 不要參數 列出來 是不是兩個資料夾 一個data 對不對 那我們呢 我們加個l好了 比較好看 這是l 好 我們來進入data 對不對 是不是有三個 兩個資料夾 admin 對不對 跟rich 好 那我們再進入一下呢 ri ch 我剛剛自己之前 是有建立一個資料夾 111 對不對 好 到了rich之後 是不是有一個files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進入到files 好 我們一層一層給各位看 是不是這裡就多了一個111 有沒有 表示呢 我們是檔案 資料夾這個破過來 對不對 對不對 全線你就對 有沒有 這邊全線你就對 有沒有 這邊全線你就對 好 這邊空完了 那表示就成功了 對不對 我們就把apache啟動起來 所以我們剛剛這邊呢 apache現在是停止的 對不對 所以它不能run 我們現在來把service 對不對 apache apache 然後呢 start 啟動起來 好 啟動起來 我們再來這邊roll 好 我這次在reach底下 對不對 那這邊呢 我們再來 因為剛剛有111 是不是同樣的地方 我們這裡呢 手動來新增一個資料夾 上 建立一個資料夾 建立一個222222 是不是存在我們的D槽 好 我們的另外一個資料夾上 2222 好 222 建好了 那這邊呢 我們就要回到我們的Linux這邊來 對不對 我們再去list 我們的files裡面 立的files 是不是建了一個資料夾叫2222 有沒有 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個222 就是我現在馬上建的222 有沒有 表示我們現在的路徑 是放在我們的另外一個尺碟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 我們把我們的檔案 移植到另外一個尺碟上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完成了